好在8月3号的这行游行当中呢 有许多网友很热心设计了一些标语还特别 中英对照其中有五款 但是以这个凯到40公尺的宽度来说呢 这些标语换算成这个布幅呢 至少是一万两千五百元 但网络上有很多业者力挺表达愿意免费赞助 白山军回来了 全民声援洪仲秋 公民1985联盟号召全民在本周六重回街头 北中南网友叙事待发 游行当天连手中的标语设计图也已经出炉 网友设计的游行标语草图共有五个款式 不仅图文并茂中英对照 还印上自行设计的贴纸 众人集思广义推出热写标语 分别写上没有真相没有原谅 白明不是悬案公布真相很难吗 甚至还有官逼民反的字样 字句犀利写入人心 记者现在所在的车道这个长度大约有15公尺 8月3号上凯道当天将会准备 比这个长将近三倍的布条壮大绅士 不少群众已经在网路上号召愿意免费提供 超过两千 之前有做过400公分的 没有 没有做那么好 业者说制作和凯道等长度大型布条 大约需要一周时间 深圆红岸人人尽心力 网路上也有不少印刷业者 已经po文愿意免费赞助 当天游行集合点开达格兰大道宽约40公尺 大型输出布条大约2200到2500元 五款各做一条成本已经超过一万块 若是像众球照片这么大的图片输出 30乘以90公分的图像加倍版将近1000元 若是一般的大字输出也要两三百块 是尽量去帮助这样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关心这件事情 从20号的第一次游戏到众球追思会 以及8月3号的重回街头 全民观众红众秋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军方在历经28天的侦查后 完成癥结起诉 但家属跟国人咬的真相还是没有谱 也难怪全民众怒难平 相约8月3号开道见 追踪成为黄佩如 谈谈报道